能用的 我抓住这个需求对吧 我抓住你的需求我就不住了 如果你拿出来的话 所以我才跟你讲 所以说南方的话消费的话太高啊 你知道吗 南方的话消费的也高啊 所以说这咋这么讲 南方消费也高啊 你要想想的话 这个东西的话 你本来的话10块钱你能买到 但是如果说给你削个皮的话 你对起码的话你要花15才能买到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只不过的话怎么讲 他家里点服务费而已 很现实这个东西 不过他讲的话也确实对 你知道吗 不过他讲的也确实对 不是 那你这么想的话那也不醉啊 我告诉你 南方的话 你说南方卖东西的话虽然说有点便宜 但是他家的 这个东西是贵 对 对 对 你本来的话这个东西的话在你们东北 是吧 在你们东北 对 你比如说这个东西 从我们这边出 然后呢 出到南方 然后呢 再出到你们北方 价格的话就是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的话他们在那边的话还加上服务费 对 怎么讲 就是你买一只的话我也给你撑 对 但在你们东北的话 那价格的话肯定要便宜 对 就这么说吧 就打个比方说 打个比方说 就是我刚才拿那个 拿那个轮椅 对 对 你去 你去补 看似你把轮椅开去了 你是补这个胎 但是你找我的目的是修轮椅 我的这十块钱呢 是给你修轮椅的负用 虽然同样都叫补胎 但是你把主体胎去了 我就在给你修轮椅 但是你要是只拿一条胎去 对方就会这么讲 这个胎我不补 别人也能补 对吧 然后我只收你五块钱 我把你这个留下 对吧 其实的话 在哪里的话 基本上都一样 你不能说 你不能讲说南方的话就比较便宜 你知道吧 因为怎么讲 对于南方来讲的话 或许说也一样 他的话也会 也或许的话就说怎么讲 就修轮椅 修轮椅嘛 就是知道吧 对 或者说怎么讲 也就是那啥 你如果说不信的话 你可以做个实验真的 就是看看的话 就是找十个 找十个 然后的话你平均分一下 你怎么说呢 就是南方他会告诉你 这个钱花在哪 我为什么会 北方不会 北方就是说 你这个钱你必须花 对吧 你必须去花 那么 对 那么你就只能在我这花 你这个钱你在我这花了 我要多少是取决于我的主动权 而北方是什么呢 哪里都有证明 而南方是什么呢 我这个钱我是服务费 对吧 你给我多少钱 你享受多少钱的质量 但是北方是什么 北方是 你花钱的主动权在我手里 我可以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 你的急需 你的所有的权利掌握在我的手里 而南方是什么呢 你花的钱 你的权利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这是两个概念的问题 所以说 为什么你们那儿挣钱挣得比较舒服 或者说容易留得住人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差异性的 你只要掌握好了这种差异的话 我觉得做生意是无往不利的 你知道 你在什么掌握差异 我告诉你 你都是贵的质量 对 你知道吗 就是他这种文化差异来源于哪呢 一种就是两种心理在做费 比如说这本书 这本书 南方的生业就是在哪里 我给人服务好了 好的